如果你現在就要死了 那你是錯得多還是對得多 現在啊 對啊 從數目來講一定是錯誤多 但是有的時候 在關鍵時刻做了一兩個比較運氣的決定 再加上關鍵時刻有很多的朋友支持了你 你這一步好奇抵擋了幾步湊奇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別去聽大家所有創業者別去聽人家瞎說 什麼一路過來啊 什麼多厲害多牛氣 其實每個人都是湊奇 只是不好意思說或者沒時間跟大家講 我現在退休了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湊奇很多 真是 所以今天如果我沒了 數目一定是錯誤多 好的有幾步好奇 但這個好奇到底是不是因為我決定的好 還是我團隊做的好 我也搞不清楚 我認為我的團隊把我的很多臭氣給彌補掉了 這是真話 這是真話